这个模范公民 这就是雷锋啊 你看看 自己战都战不利落了 没事还老酗酒 你看这就是老北京 是吧 人家也不锻炼身体 买什么健身卡 游泳啊装逼 人家就扫扫地 打扫卫生 对就跟我似的 我也没钱去买健身卡 是吧 但你看我们都没肚子 是吧 你看 就说明我们不腐败 是吧 没肚子 你也没肚子 来 来 来 你也没肚子 来 走吧 好 我们都没肚子 没有那个 不是像那些 没节制 是吧 都有那种 三趟二十的度 大肚翩翩翩 然后又装逼 说自己要锻炼身体 又怎么着了 又吃什么东西了 全是装逼 所有的装逼啊 就是累 而且装逼这话特好 装逼 我后边呢吧 它走特慢 你这也那么干净 是你洗的还是下雨洗的 那么干净 边下雨啊 我边冲了 哦 所以才会 这边 咋呀 刮的 脏 扫马路它也不扫 对 那边是老孟在那扫地呢 扫马路它就穿一制服 调着 那个 调着 扫着 朝天 我老说你 你放下 朝下 来 高兴了 今儿早 对 两天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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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叫你呢 这也来 来 下雨 出不来 对 对 人家就说呀 给扫地的不认真扫地 都是装逼 嗯 那个我们小时候都说装孙子 啊 说这 这 那个北京话 就说这鸭 鸭 鸭就是鸭头养的 就是说不是明媚正娶 丫头 跟主人 跟哥爷 北京不叫大爷 叫得 得爷 啊 跟得爷有一腿 没弄好 怀上了 哎 所以是没爹教育的那种人 叫鸭 鸭头养的 嗯 北京话说快的就是鸭的 鸭的 这鸭的 这个 那个 你在老舍 老舍 老舍在那里边能看见 这 走这儿吧 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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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不听我话 我这口罩 是吧 口罩干嘛 用的 一会儿你看 它拉屎 我这兜了好几个口罩 你也使用的 所以我身上的东西 都不浪费 我就觉得那个 现在挣钱那么不容业 所有东西都不能浪费 所有东西应该物尽其用 物尽其用就是不装逼啊 嗯 我们小时候叫装孙子 说这孙子 这鸭的 装 装孙子 你又跟我装孙子吧 你又跟我弟鸭 你又跟我弟鸭 那时候红卫兵查家 他们大家叫什么 这只 叫 茶假 啊 犯照 你看我一眼 我看你一眼 由于意识形态不一样 看一眼 哎 筷子 我买早点 马上 我知道 你跟我说话 我就慢了 走 走 走吧 这小孩 往给爹带路 这小孩就不装逼 是吧 他想 他想往哪走就往哪走 自由的狗 像我呢 哎 把狗链子带我脖子上 这不是铁链啊 这不是铁链啊 这是皮链 嗯 没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就是我手拿摄像机 哎 走路 无愿手里拿个东西 所以就套脖子上了 嗯 表示 阶级斗争 这根弦 实在 抓在 人民手里 阶级斗争 一抓就零 啊 随时准备 把不听话的小孩 给拴起来 早上的阳光空气都特别好 昨天前天又是雾霾又是煞尘冒 我都没出来 昨天夜了一场雨 嗯 把大地洗了一下 所以出来了 出来了 我昨天蒸了一锅米饭 前天蒸了一锅米饭 米是真好 不吃菜都特好吃 我现在去买点烧饼 这个时间 该上班的人都走了 能买到烧饼 不然的话 早上买烧饼的人太多 嗯 开 快 别饿死了 走不动了 那时候都叫装孙子 嗯 文革嘛 阶级斗争 都是阶级斗争的话 你压 刚才我说 就是你这个丫头养的 是吧 中国特主张 看出身 文革的时候叫 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反动而混蛋 你是丫头养的 是吧 我先压你一头 我有爹 我爸是李刚 不是李刚 不知道 首先是 我有爹 你爹谁谁都不知道 你是资爷的种 你妈是丫头 你是鸭养的 嗯 这就是北京话 鸭养的 现在老说 你鸭你鸭 说的都不像 说你怎么知道 我是新华社记者 我研究着 嗯 开 越走越慢 跟小孩玩呢 哎呦 我老是一走一说 嗯 真实了 就忘了装逼了 不但忘了装逼了 把我那个 不装逼的狗都给忘了 嗯 快 他肯定跟那小孩玩来着 嗯 你看这个 嗯 也是拿着一根 铁链蛇 还是皮链蛇 嗯 他是拴狗脖子 我是拴我脖子 嗯 各种这 疫苗 齐全 挂着我脖子 我都没打疫苗 嗯 走 嗯 他老了 我那老了 走得慢 老也跟他差不多 十二年 我那个 二十二年 哦是 你看他不愿意走路 你就得遛了 对 得遛 对 现在是他遛我 一看他不滑就像老了 对 对 对 往开 往开 看他老人 对 就是老人 所以那个 所以他脖子上连这根石他都扛不住 我替他 我替他扛着 十二年就是人的身份是多少了 对 八十 八十 对 哎呦 这狗都很规矩 都不叫 是吧 没事老叫跟战狼似的 你看他们都不叫 他们都住在附近 一会儿 一会儿从家里跑出来玩一会儿 你不用去担心他们打架 是吧 因为他们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都差不多 都是狗 没受过各种教育 所以很简单 他们不会打架 就怕一洗脑 洗脑他就打架 嗯 拜登啊 特朗普啊什么的 各种政客都出来老给他们洗脑 洗着洗着他们就不是狗了 就变狼了 嗯 就成了战狼了 嗯 我基本上不管他们 是吧 因为他们不打架 我也用不着违和 嗯 你看他们一声都不叫 都是很文明的 那只黑的是遮拉不拉多 你看也没肚子 不像杨基皮那个 杨基皮那个都站不起来 嗯 不但站不起来 他那狗是个工的 也没做过节育 一见我那狗就勃起 一勃起 马上又缩回去 一勃起 为什么 因为杨基皮管他 他一勃起 杨基皮就拿个小棍打他一下 所以那狗都变态 老不停的勃起 不停的缩回去 不停的勃起 不停的缩回去 嗯 就不是自然养大的狗 你看这些狗 都是自然状态的 都没肚子 嗯 不像三胖似的 啊 那大肚子 哎 哎 上哪了 我又看不见他了 他低 这儿呢 哎 他还找我 往开 哎 我又听见您美丽的歌声了 胳膊好多了吧 好多了 哎 这胳膊气好吧 不在那个 这儿有劲了 浑身都有劲 嗯 您千万主意 不要摔了 你看 可以他跟您打招呼呢 哎呀 谢谢 我问问您 谢谢 我走了啊 哎呦 我带您唱一歌 我带您唱 您唱 您唱 我给您唱一个啊 唱一个 一首 都别 一头 我带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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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来者 无来感 眼泪 无来 光彩 这好远了 我明天能 我这狗啊,如果我是拍照片,它就等着我 我这一拍视频长了,它就走了 我得追它了 刚才我就说的,装鸭子,装逼,那时候都说装孙子,说这孙子,可他妈爱装孙子 那时候语言贫乏,我上小学嘛 我是1968年文革最高潮,林彪跑的前一年上了小学 我那学校叫大墙份小学,现在那学校都没了 就是叶剑英他们家,就是他们家门口那胡同,大墙份小胡同 叶剑英住小墙份胡同 然后语言贫乏,什么都说,那孙子,装孙子,装鸭听的 刚才我都解释了,鸭听的就是鸭头养的 现在不是,现在都说装逼 装逼首先,那时候装鸭子就是说你出身,出身不行 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粉弄而混蛋 你爹都不知道是谁 首先肯定不是李刚,要是李刚肯定得说老子英雄而好汉 连李刚都沾不上边,又不知道是谁,丫头养的,你压你 现在不说,说装逼,仍然是离不开那个宗旨,离不开那意思 首先装逼,中国国马,首先就从性别上歧视你 从性别上歧视你,说你是阴性的 中国老觉得阴阳上下左右,就靠宁火勿右 宁上勿下,宁阳勿阴 老说这房子朝阳的,站在太阳底下 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装逼,所以现在就说装逼 另外装逼比说装鸭挺的简单 因为它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装逼 是吧,你要说装鸭案的 好多人发不出这音来 有北京的,北京那个复杂的那个发音 因为它是大运河 大运河 来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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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止 所以随着生活的前进 社会的前进 有些语言会消失 有些语言会诞生 装鸭的装孙子都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更简洁 更直接的装逼 装逼都是装 但这个装的东西不一样 更简单更直接 内言更广阔 内涵更广阔 外言更无边际 什么都说装逼 而且中西合璧 不再是文字上的中国字 而是字母字 中西合璧 所以写出来的时候 谁都看得懂 放开 放开 来 他现在他老了 耳朵不行 老走着走着 我自己刀逼 我这装逼就忘了他了 就把他给丢了 然后呢 他会在原地 在原地还好吧 更多的时候他来找我 如果我不说话 他就找不着我了 优点就是让我越来越倒闭刀 缺点就是说我经常说着说着就断弦了 为什么呢 现在老说断弦的风筝 其实旧话叫断弦 弹琴那弦子 为什么呢 我想我狗上那去了 到一刀 到一刀 语言是从脑子来的 所以我脑子就乱了 接不上 就接不上 所以我这个都是率性而为 过去都是文字为高 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语言文字 语言甚至比文字更重要 因为有摄像机了 有摄像机又这么简单 数字像摄像机 张口就来 所以就有我这个 一镜到底不剪辑了 一镜到底不剪辑 又够不了 孩子跑得快 又把我给甩了 嘿 这儿好啊 这儿好啊 他老带我去一个地方 我带他去的地儿 他就不肯去 他老强行带我要去 他喜欢的地儿 我来去看 我来带你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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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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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